这个如果你像你所讲的 因为他没有发布的时间上面有点仓俗的话 是代表一可能是这个军演是比较临时 我觉得军事操演也没有像我们今天去 叫那个PandaFood或UberAid 你随时叫就随时有 他都要事前的准备 所以我觉得他有事前的准备 就是凑巧没有去发布这些相关的公报 因为原来可能没有预期到会被别人查证 好我们来回到这个拜登他的谈话 那部分进步请教大师了 那拜登他讲这一番话 当然各界的解读都有 那立法院长游锡坤他就说了 现在美国方面在行诉一个新的逸中政策 行诉一个新的逸中的方向 内容什么没讲 那在他的眼中看来台美未来一定能够建交 我想请教你这个建交的可能性存在吗 新的逸中是一定有人放一个讯息出来吗 你认为是放讯息的用意是如何 我觉得这个是游锡坤他自己放的讯息 游锡坤自己放的讯息 我觉得他一定 蔡英文应该也蛮懊恼的 因为游锡坤现在心情可以 他是跟他要看他 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这个 现在一个大的环境里面讲 他的心情大概不是很好 因为他的这个独派的老朋友 他给他很大压力 因为今年不是休憲年吗 那他是立法院院长 立法院可以休憲的 那他的这个姚家文不就说吗 他说当然一定要把这个中华民国修掉 修改为台湾共和国 对不对 那这个话讲是很简单啦 那他引起的波涛是很大的 那我想第一波最大的反对的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过去从1949年以后 他的两岸政策就是斗而不破 你真的要兵戎相见的时候 美国他就模糊了 他就是在避免这个 他一方面避免你兵戎相见 就是说不要斗而不破 因为一打仗他就要先排了 先排那时候美国今天是站在旁边 袖手旁观呢 还是真正架起来 跑到这个战局里面偷打两拳呢 谁都不知道 因为美国到现在他讲说是模糊政策 那其实他是反对的 他是反对台湾独立 那你今天你游锡坤这些老牌的独派 他们现在哇机会来了 全面执政 立法院也是你全面这个压倒性的优势 你今天要修现在就修啊 那你为什么又不修 那当然我们反对台独的 我们当然是反对啦 可是那些支持台独就会跟游锡坤 都是他老朋友啊 就说你现在机会来你为什么不修 这是面对压力的一个说法 也说给那些独派听 他讲给独派听啊 然后他就表示说 这个就是说 这个他自己他自圆其说 因为你不喜欢中华民国 你要做中华民国立法院长 这不是很矛盾吗 所以他一定讲说我的最后是要 我这个现在其实我们跟美国关系 已经变了 以前是这个一中政策 我现在新一中政策 以前是这个一法三公报 我现在五法三公报 可是这有一个很大的风险 就是说他这个以为讲话都没有影响力的 或他随便讲 可是这是美国的政策 你不要在台湾随便解释 这个是美国的这个一中政策 所以这记录的 搞不好还不光是北京记录的华盛顿 我想这个华盛顿一定会提醒他 就是说你讲是可以讲 可是他也不能说你不能讲 对不对 因为基本上没有隶属关系 不过他这样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很阿Q 那跟现实也不能达到 另外一边的话 那他这个一辈子不是就是 推动的这个台湾独立 那现在掌握了所有的工具跟权力 他又不能推 那背后其实是美国的因素 那他现在就动这个美国一中政策 说其实你们已经变了 人家说美国从来没有爱过你 然后他现在就要讲一大堆理由 就是说其实美国很爱我 我了解大实的意思 你刚才一开始讲说他自己说的 然后反而是让蔡英文有点懊恼 因为如果华盛顿真的有点有意见的话 会直接找蔡英文讲 所以这来自于蔡英文要面对的 蛮可惜 就是说因为年底不是美国想要开 这个所谓的民主高峰会吗 对 那我们还在希望我们的总统能够参加 但是这个当然是大陆已经讲了 就是如果参加一定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立法院长其实是一个好位置 可以参加的 你说当时人选的部分的时候 我觉得人选如果游锡坤能够参加 而且他不要忘记他代表的 还可以代表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 那这个是一个最合适的位置 他可以去做 就现在自己搞砸了 我觉得他可能把自己参加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拿掉了 好 我们做到两岸的部分 习近平还记得三月份的时候 他提出对于台湾要三个促容 以通促容 以会促容 以勤促容 很快 从三月到八月的时间 在福建这地方 平潭就即将要盖一个新的机场 专门针对于台湾 大陆的说法是对于台湾方面要加强 包括了物流 等等相关的服务 能够变得更加的迅速 在海上要盖这个人民币三十亿元的一个机场 当然在台湾这方面也有解读说 哇这距离这么近 会不会到时候变成这个攻台最前线 郭委员你怎么看这个机场 因为台商 大陆可以投资的地方太多了 坦白讲平潭的条件并不好 事实上他搞了一个台湾创业园 一直到2018年 三百家企业进驻 那里面大概只有一半是台商 那台商光是珠三角跟长三角 还有北京天津 还有重庆 坦白说 还看不上平潭 因为平潭几乎周边没有任何配套 所以它要发展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说相对于中国已经发展了很多地方 那台湾台商才这么点人 你怎么可能到处 到处都有很多 那不是要吸引台商的 在靠台湾这么近的地方 灌溉机场的用意 那你就要有配套的条件嘛 比如说深圳当初就做起来了 那显然平潭的配套还差非常远啦 而且平潭过去是福州耶 福州也不是福建发展最好的地方啊 台商如果去福建 大部分都是在厦门啊 跟张州啊都在那一带嘛 因为我去过啊 福州我也去过啊 这个条件差非常远啦 我来影响这样台商会集中在平潭 如果说是像福建他们想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机场对台湾增加物流方面的服务 增加两岸之间的促容这一点的话 基本上委员的说法是相关条件不成没有办法成熟 里面的台商连几百家都没有啊 如果从军事战略角度来看这机场要兴建花30亿元也不是小数字 用意是什么呢 我认为啊在军事上来讲的话 它的改变啊真正是这个影响非常有限 因为就啊飞行的距离而言来讲啊 根本没有说到多少 但是从海上啊花了这么多工夫啊 去啊堆出来这样子就是沿寸 沿海沿着一个机场 而且呢距离这么近 我们呢对他啊也是在我们对他可以啊 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内 他实际上是犯不着 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假如是认为从军事的角度去诠释的话 可能有点多虑 假如说平坛盖个机场对我们有危险 那我们台北盖个岗不是对啊 这个他们也有危险吗 好所以就先把它暂时列为存扩大内需 好这个机场花下去至少可以值得就业机会 不过回过头来这个阿富汗撤军这件事情 美国基本上是不太 就是包括川普他是 川普是不带打仗嘛 就花太多钱 那拜登是要集中他相关的资源在印太地区之外 现在国会大部分的预算也要放在美国自己的基础建设 美国的布朗大学做了一个数据 20年在阿富汗 美国花了两兆两千六百一十亿美元 那我们知道抗中是两党共识 但是尽量不出兵不要花那么多的军费 也是两党共识吗 这点问一下叶老师 然后同时请教 美国现在的民意 大部分当然认为出兵不是那么需要 那如果要再看待下一个战争发生的话 是拜登要怎么去说服他们民众 我觉得美国最近就是我们常常把阿富汗跟越战去比 对不对 可是越战美国出兵是没有什么正当性的 当时这个战争总统搞一个东京湾这个事件 然后就宣布就进去了 也没有越... 北越也没有打到美国人嘛 但美国就进去为了围堵 那结果陷在那里 而且当时还用真兵制 搞得美国整个社会分裂反战运动一塌糊涂 所以你看越战完了之后 美国整个士气消沉 一直到这个雷根上来 慢慢开始累积一些战事 然后到这个老布希的波弯 美国终于吐了一口气 阿富汗战争 美国人也觉得我有正当性 因为是宾拉登躲在这个阿富汗 神学士在庇护他 你进去打掉他 把他稍微稳住了 然后2011年 奥巴马把这个宾拉登给干掉之后 美国就应该撤出了 你已经没有正当性了 所以现在留在美国社会的 就是一个情绪 跟越战不太一样 越战是全民当中就是分裂的 有很多反战的 但是阿富汗战争完了之后 就会有很多阿富汗战争的 这个退役军人 他们觉得说 我当初觉得好像好光荣 就是捍卫 你看人家攻打我们的911 我们今天去把他们给处理掉 可是回头看撤军这种状况 我觉得他们心里头的滋味也不很好 所以我最近看 就是美国在网络上面 你去看这些退役的军人之间 也有些根本就想说 我们应该回去 把他们这么难堪 让我们整个光荣的一个胜利 变成这个样难堪 那我觉得这个也会影响到美国的一个情绪 但毕竟整个的过程不是真兵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讲还好 那可是美国会不会再花那么多钱 去打这些战争 我觉得美国学到一个功课 就是中东地区 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到叙利亚 过去的尼巴嫩 甚至到北非利弊亚 这个都不是你们美国人的菜 拜托不要再进去了 你根本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 搞不清楚这个地方这么长 上千年历史里头 错终复杂的关系 你进去以后只会陷在里头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